在没有这时候之前 我钱上都得是要孩子管理 因为啥钱 孩子用钱这么多了 你家孩子还得用你管 他还给他姑娘花钱 这么大了姑娘还要他钱 你公子都添乏 那你还过不过日子 是不是 你还没有房子 我有房子 你还得添乏 这钱他姑娘还得扒 算吴大爷相亲想要倒插门 退休金还必须由亲闺女把持 大妈直呼跟你闺女过不得了 咱就是说大爷 那你还来乡哪门子亲啊 让你老闺女拿你的钱 直接给你养老多好 今天来相亲的男主角是严大爷 严奉至65岁丧偶 退休金2.5个千 无妨目前在闺女女家住 因为这几年身体不是太好 所以大爷就被接到女儿家里照顾 一住就是两年 严大爷的老伴因为肝癌 已经去世八年了 提起老伴大爷也是立地带目 原来他身体老好 他性格这个有点就是说 他脾气不大好 有时乐发脾气 包容了他的大半辈子 对反而那怎么两 慌常一大好一说 这脾气老好 我说那不好大人 本身有病 你要干净的话跟他干 你说他病更重 虽然老伴比自己年龄大 脾气也不是很好 但为了一日夫妻百日 严大爷选择了包容 俩人携手走过了大半辈子 回忆起和老伴这一路走来的艰辛 严大爷不禁红了眼眶 因为老伴比自己大 所以在找老伴 严大爷还是想找个比自己年龄大的 和红娘说老伴去世三年期满 他又找了一个 怎料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干活 所以俩人只能遗憾分手 如今大爷已经单身两年多了 大爷觉得也不能老在闺女家住着 在一个老年人和年轻人也有代沟 就想着找个合得来的 同龄人一起生活 最大的要求就是对方的有房子 所以没房子我就不想再那个 就是跟他们再出了 我对这个就是未来的女朋友 我是这么想 我不想说他多富有 他一个能 咱们能一个吃上饭 能脸是大大哥哥的 能把这个今后的衣子能够好 所以两个话互相有照应 就是最好 七七看出来了这严大爷 就想找个有房子不涂她物质的女人 这不根据大爷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 方林62岁的米大妈 米金华62岁丧偶 退休金2.3个钱 一个女儿已婚有房无负担 因为闺女不放心大妈一个人住 这不把妈妈接到了自己家同住 再加上女儿女婿都很孝顺 什么事都不让米大妈操心 和大爷一样 她也不想老麻烦姑爷子 于是就想着找个没有不良癖好的老头 一起过完人生的后半程 找一个别抽烟别喝酒 就两个人能喝到来的 互相铁脸 找一个老师八角的 就会过热的 说起为啥讨厌吸烟喝酒的男人 是因为大妈的老伴就是因为吸烟去世的 老伴喜欢吸烟喝酒 换上脑梗塞 坐轮椅上十四五年 一直都是米大妈照顾 闺女那时还上着 学家里条件也不好 所有的重担都压在米大妈身上 一家几口就窝在二十平的房子里 一个女人还在上班带孩子 还在照顾着 瘫痪的丈夫属实不容易啊 十五年后 丈夫还是撒手人还的 这是闺女也毕业成家了 在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第二任 也是对她伤害最深的一个 她骗我一万五千四百块钱 怎么骗的呢 体现我也不懂啊 她表姐给介绍的 在一起吧 也过没登记 也过能有七八个月 今天叫我投资 明天叫我投资 往都写她的名字 往来返还我就去问她了 我一分钱没唠嗒 我都她领去了 往我就跟我姐说 我姐就领我去 把她钱都要回来 就在她手里要出来 二来万的 找个小男友 被骗了二十多万 该说不说大妈真可以啊 还学年轻人 整恋爱脑的溢出呀 最后米大妈 是赔了夫人幼者病啊 钱没要过来 还被那男的恐吓要挟 回忆起这些 是米大妈不禁山人泪下 你说赵拍手 多渴死呢 一个女的叫你男的给骗了 多渴死 多渴死 我不敢要我 我怕她带给我拽上去 带给我绑架了 或啥的 这不都威胁我吗 她说你啊 太 太愣了 她说过这句话 米大妈感到又害怕又丢人 本想着是给自己晚年找个依靠 没想到居然招家来了一个豺狼 红娘一边忍着 不孝一边安慰她 等着和大妈一会给你带着男人来 接着俩人见面后 第一印象都不错 还别说有着相同经历的俩人 让他们彼此更加感同身受一些 俩了几句后双方的再混态的都差不多 都是真心实意的想找老伴 再找老伴大妈要求也很实在 这可让严大爷心里乐开了花 接着就是一波商业互捧博士 大爷为了能去到女方 老伴家也是拼了 好家伙这一顿猛烈的操作 现在的形式就是狼有情切有益 大爷和大妈的好感度都不断攀升 这不言大爷也主动说出自己身体情况 我身体不太太好 我就是说这个有 也有这个就是血液狗的症状 我这些都没有 血液狗 血糖啥的都有一点狗 那得注意点吃饮食 别得糖尿病就行 这我俩要真诚的 我给他能够调理 就中医这方面我懂 虽然大爷身体不咋样 但怎奈大妈相中他了 一切也都迎刃而解不算是的 这不都想着以后 为大爷调理身体了 眼看身体的问题解决了 严大爷顿时松了一口气 再次问起了自己最在意的经济问题 毕竟他老爷们家家的 要钱没钱要房也没房 还天天抱着要关子吃着 没钱说话不应起 明显有点心虚了 本来刚才大妈还不在意大爷的工资情况 怎料听到大爷的工资还要女儿掌管着 大妈就赶忙询问情况 眼看大妈的脸色越来越不好 大爷的一番解释上 大妈也是非常不认可 这同样是都跟着女儿住 这人和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该说不说他两千多块钱再吃之腰 也就剩不下啥钱呢 大妈这边每月两千三退休金 再加上女儿女婿每月给他两千 而大爷的两千五都在闺女手里把着 要一分花一分实在是委屈 虽然大妈这边嘴上说着不在意 实际上心里还是很不满意的 这不言大爷此时也感受到大妈的态度 可谁让他自己没有那个自吻呢 紧接着这老逼凳子又硬着头皮 问起人家女方房子的问题 红娘的心也是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 好在大妈对她的第一印象还不错 对于让男方来家里住也很软快 眼看女方对她工资的还不当家 没有房子身上还有好些毛病 那是不咋在意 这是糟老头子顿时兴奋起来的 该说不说这大妈 你是不是被她吓傻魔法了 你要是被逼的就眨眨眼啊 紧接着软饭男大爷就开始花式表白起来 我喜欢你这个妹子接 就是接触下去 就听她说话挺坦诚 心好 我就感兴心能感动我 钱多少那不是无所谓的事 凑凑看 就是和那个互相加个微信 好吧好吧 你说啥就是啥 到现在七七都觉得特别难问 这大妈到底乡中这老V灯子啥呢 咱就是问老铁们 你们看这一对觉得合适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关注七七不迷路 老弟带你嗨翻天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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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